主持人好 大家早 好 我们想问的是 台中市就已经说了 连续验六次都减出收入金 难道不该公布吗 但是王必胜的意思是说 只有一点点很微量 如果要公布要审慎考虑 可是老百姓会觉得说 那有验出你就讲嘛 为什么不能讲 只是说王必胜这句话 有点像在洗风上的感觉 网友也吐槽说 你越这样讲 人民好像比较想要相信的是 台中市政府 而且也会质疑执政党 到底为什么会讲出这句话 想问问永平解离怎么看 我觉得历经了高端的事件 还有王必胜一票食药署的 这个卫福部跟食药署的官员 在包含疫苗 包含这个过去的种种 包含这个幼稚园案的种种表现 其实现在可以说在民间的 公信力非常之低 那在这个时刻呢 台中市政府 他能够勇于的检举 勇于的公布呢 当然我相信 从消费者的角度呢 大概会大幅度的 一面倒的 比较相信台中市政府 这个是卫福部跟食药署 常年累积的 喜欢搞政治斗争 然后不顾人民的需要跟安全呢 所造成的一个印象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我们先来说明 我觉得这里头 不能单纯只讲说 食药署跟台中市政府的罗生门 这里头大家不要忘了 第一时间呢 台糖公司的反应 当台中市政府公布说 他们呢检验的样本 台糖的这个猪肉里面 发现了微量的西部特罗 就瘦肉精 但是他这个瘦肉精的种类 叫做西部特罗 那当时候呢 第一个台中市政府 他并没有否认说 他验出的是微量 但是呢 根据我们的法令呢 一点都不行 因为我们的中华民国的 我们国产的养猪呢 你的饲料 是绝对不可以掺 任何一点瘦肉精的 也就是说这个瘦肉精的成分 不管是美国所采用的 莱克多巴胺 还是现在所这个验出的西部特罗 其实基本上呢 都是不可以的 在我们国家呢 这个是禁止的 这个是违法的 好 所以当时台糖呢 他在第一时间 台中市政府验出的时候 请注意哦 台糖他完全没有立刻 去否认这个事情 也没有去攻击说 你验出的很微量 他第一时间的反应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上个礼拜 就是两天前呢 礼拜六啊 他第一个反应是说 交叉感染 好 那大家想想看 台糖这个意思是什么 台糖这个意思呢 似乎说明了 他们呢 有一点点事先心理知道 可能有这个问题 然后呢 他们第一时间想的方法呢 是卸责 是推卸责任 是说这个来源呢 叫做屠宰厂的 而不是屠宰厂 对啦 就是屠宰的分装的这个公司呢 交叉感染 那所以呢 那个时候这个分装的公司 不是还出来喊冤吗 说我们怎么可能呢 我们整个流程都是有人监控的 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交叉感染的机会 因为呢 你屠宰的这个株质 是活体进去屠宰的 那你要验出有微量的西布特罗瘦肉精 你只有可能呢 是他吃进去的饲料里面 你没有任何的管道呢 可能在屠宰的时候 来这个分装的时候的来发生 那问题是这个时候就有 亲民进党的人 像这个之前的议员王浩宇呢 他就又出来爆料 他就又去扯说 接这个屠宰工作的这家公司 是什么国民党的中常委啊 什么又想要带风向 又想要把这个问题导到说 这个蓝营的阴谋等等 所以你光看台糖的反应 就非常的奇怪 第一时间台糖并没有说 如果正常反应是什么 正常反应第一个 台糖应该要表示震惊 说怎么会有这个事呢 第二个台糖一定会宣布说 我们会整个源头各方面 我们从头来查验 那第三个呢 他一定会说 我们要赶快跟中央的食药署申请 跟台中市政府呢 我们一起再去复查 可是台糖不是 他第一时间的反应 就是说交叉感染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 今天更应该追究 因为台糖的奇怪反应呢 让人觉得说台糖一开始 就觉得可能这个里面 他们自己心智肚明 含有微量的西部特罗 可能就是出在饲养的饲料问题 各位要了解 台糖的饲养的株汁呢 是台糖自己的农场 也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 是发生在饲料端的话 那台糖呢是绝对逃避不了的 责无旁贷 那么刚才也讲了 这个非常熟悉 这个饲养啊 还有这个农业的菜农 林嘉欣 他其实就讲了 如果去问他的意见呢 他认为说台湾一定有人 偷偷的在饲料里 加入这个台湾的法令 是禁止的瘦肉精类型 叫做西部特罗 也就是说他虽然不是美国使用的 莱克多巴胺 可是台湾呢 有可能有人偷偷的违法 然后在饲料里加入瘦肉精 那台湾过去有没有这样的记录呢 其实大家要了解 台湾其实在养猪业 十几二十年前呢 台湾是确实是使用过瘦肉精的 只是那个时候呢 台湾发现说这个瘦肉精呢 导致猪肢啊 这个浑身战斗啊 有非常不良的影响 那当时因为 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法令禁止 然后发生了猪肉呢 在这个使用瘦肉精的猪肢呢 再把它关在一起 在那个卡车上 要运往屠宰场的过程中呢 因为那个猪肢太兴奋了 然后互相的推积呢 造成了事故 所以呢也因为发生了这个事件呢 台湾才整个法令上呢 重新的去清查去了解 因为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可能美国猪要使用瘦肉精 或者有些国家有开放瘦肉精 因为瘦肉精就是快速的能够让 这个猪肉 这个猪肢在长大的时候 肉好像变得比较紧实 就有肌肉就对了 可是它其实是一种兴奋剂 对这个健康跟脑部不好 而且担心会影响人体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台湾不是这个养殖业者 完全没有使用过瘦肉精的经验 刚刚好是因为台湾 有使用过瘦肉精的经验 造成了不良后果呢 才导致我们整个法令的完全禁止 可是今天呢 又爆发了微量的这个瘦肉精 你要说它叫做一个罗生门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罗生门的 因为就算是微量的减出 那它也是减出啊 那负责任的政府 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层级 尤其在民众 要大量的使用猪肉 尤其又是台湾 这么大的品牌的情况下 你当然有义务要告知消费者 因为过年马上来了 那么食药署呢 现在也不应该去攻击台中市政府说 哎呀只是减出的很微量 你干嘛要公布 那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根据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法令 微量也不可以啊 你一点都不可以减出啊 要零减出啊 零减出这件事情不是你 民进党政府之前 大家在讲瘦肉精的 这个争议的时候 你也承诺了吗 就说你有瘦肉精的猪肉 你一定会标示 那只要是不含瘦肉精的猪肉呢 国产猪肉 大家就放心吃 而且他当时标举的就是零减出啊 零减出就是一点都不行啊 所以现在不是叫罗生门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分析了 第一时间台糖非常可疑 如果林嘉欣 蔡农林嘉欣 讲的是真的 就是说他怀疑有人 是使用啊 这个含有西部特罗 瘦肉精的饲料 台湾在偷偷用这个饲料 在喂猪 那这个问题呢 说不定台糖的饲养厂呢 也有人是知情的 不但知情呢 他们是不是根本偷用了这个饲料 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追查的重点 而不是像卫福部跟食药署 第一时间呢 就是想要把问题上当政治化 然后又变成说台中市政府跟中央的对抗 认为台中市可能也有政治动机等等 他想要把这件事情导引到政治的问题上 那他这样子他要护航谁呢 他要保护谁呢 那我认为保护的对象就是 一样是由民进党政府经济部所控制的台糖 因为台糖里面的人 高层的安插的也都是民进党的派系人物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